施政報告提出改革高中通識科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通識科改革並不是政治凌駕專業 又認為通識科的批判性思考被異化成事事都要反對 在異化的過程中,一件事都要反對 即是批判性,如果你很接受 有些所謂政府的說法 或者是基本法的說法 這個就不夠critical 我又覺得不是 所以剛才我用的字眼是明辨慎思 明辨慎思的基礎 第一就是客觀的知識 第二當然它有歷史背景 所以一定要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它的基礎和背景是什麼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包括分離一部份 這些我覺得都是要建立到 它可以明辨是非 擴展它的知識領域的基礎 國民身份認同 不是等於 各樣都不可以批評 我們是有國民身份認同 只是要求 你是要重視 尊重中華民族 感谢观看